我们刚改这IP地址的时候 首先要把PRC打到停止状态 这就是显示的橘色的灯 然后把通信线插上去 这个时候屏显示的是这个星号 说明我操作屏和PRC没有通上 如果改IP地址第一步 要把这屏和PRC通信上 首先按ESC 然后诊断菜单 按确定键 按确定键 然后按向下键 搜索CPU 这个时候操作屏自动搜索PRC的地址 请等待 现在当它停止的时候搜索这个通信口的波特率是192.K 然后地址是2 然后现在我们来更改 让平和PRC通信上 按ESC键 更改 更改 点到TD4S设置 然后确定 然后波特率 现在是9.6 按向上键 按向上键 给它设成标9.2 然后按确定键 然后这个时候再按ESC键 这时候显示CPU停机 就说明操作屏和PRC通信上了 现在可以改它的IP地址 然后再按ESC键 然后诊断菜单 然后更改IP地址 然后前面 咱们前面都是一样的 19.2 168.101 前面都是一样的 后边这个是咱们的IP地址 例如我想把地址改成5 把这里设成5 然后按inter键 按确定键 按完确定键之后 等待5秒钟以上时间 好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 它的IP地址已经改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关键 然后把这个运行键打到AR 打到AR 拨上来 然后拔掉 这个时候它的IP地址就改完了 好 停止